喂喂 秋風起了 皮膚和喉嚨真是孔而乾燥 聽聞非洲海底爺有紫咳化痰兼潤肺的功效 是秋天煲湯的必備材料 今天特地請了瑩瑩醫師 跟我們講解一下湯的功效 如果大家未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現在按鍵和按鐘啦 大家好,我是瑩瑩醫師 今集Carlina想跟各位推介的衣款湯水 可以在天氣乾燥的時間飲用 衣款湯水中會有基松茸、海底野、藍不幸、合掌瓜、紅蘿蔔以及豬秀肉 基松茸性根未平 可以做到健腦、益神、扶症、補虛的功能 亦都有助於提升免疫力以及抗癌的功能 海底野和藍不幸可以做到潤肺、止咳的功能 而合掌瓜、紅蘿蔔以及豬秀肉 可以做到健脾、開胃的功能 紅蘿蔔還可以做到養乾明目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們一陣子天氣比較乾燥的話 或者皮膚容易爆炸、大便比較硬的話 就可以煲這款湯水來飲用啦 正宗的非洲海底野 不要小看他 好貴的 我這裡一兩百多元 這個就是省收收的 價錢便宜一大小 但功效是一樣的 有些是齊片一塊塊很完整 一梳一梳去賣的 自己煲湯的就沒什麼所謂啦 當然是選便宜一點的這一種啦 它的底部呢 有些狗啞的 是正常的 上面只會有一條的啡色邊 市面上呢 你會見到有些是小塊一點的 四邊圈圈都是椰子皮的 其實那種呢 就不是正宗的非洲海底野 那些就是 泰國的椰片 功效呢 一定是沒有非洲海底野那麼好的 不過呢 加上保健湯水呢 用那種都不錯 因為它的好處就是 便宜便宜便宜 真的好便宜 為什麼這麼貴呢 因為原來呢 它是一些國家級的保護植物來的 你出口呢 都要去申請的 還有呢 它們要種植整七年呢 才可以成熟 在樹上面摘下來 在樹上面 不是海底 至於為什麼會叫海底野呢 聽聞就是 跟它的外觀有關 大家就慢慢再研究一下 那做這個合掌瓜煲湯呢 通常都有兩個做法的 要不就連皮煲 要不就去皮 那如果你想吃那個瓜呢 其實我建議就是 批皮啦 因為有時候那些瓜 太老的話 其實它的皮 都不是那麼好吃的 但是呢 你有怕那個瓜 會煲到爛了的話 最重要不要那麼快 放進去一起煲 最後30分鐘呢 才放進去 基松茸呢 都是一樣 我很喜歡用來煲湯的材料 因為它真的非常香 它是乾貨來的 所以要先用水呢 浸它30分鐘左右 等它軟了之後呢 就沖洗沙塵 那我就會呢 將錠和頂 剪開它 就是方便你去食用了 那那個錠呢 我一定不會把它放進去 因為呢 它是很香的 不要浪費了它 今次這個是新鮮的瘦肉來的 所以飛水 就記得用熱水 不要用冷水了 水滾之後 滾一滾它 讓它的表面呢 凝結了呢 那我們就可以清洗它了 今次煲湯呢 就會用我這個 好幫手啊 真空壓力煲啊 很多人問過的了 是什麼的牌子呢 就是 Panasonic的 那我就真是真心覺得 它很好用 煲了出來的湯呢 很夠味 用法呢 很簡單的 裡面呢 有個飯煲蛋 把材料倒進去 現在我們就不會放些盒醬瓜 下去煮的 加冷水 這裡呢 大概有1.3L的水 蓋過所有材料就可以了 那不要放太多水 因為這些真空壓力煲呢 它會鎖死了所有水分在裡面的 那用的模式呢 就是用回煲湯模式 或者是最大的壓力 那煲了30分鐘先 明火煲的話呢 就煲2個小時 最後30分鐘才加入盒醬瓜 現在就把盒醬瓜加進去 分享一下這個小技巧呢 就是打開一個壓力的煲蓋 然後用回普通的玻璃煲蓋 就用一個呢 普通煮食的模式 就煮到30分鐘 那我這個煲呢 裡面那個功能呢 就叫做Auxiliary Cooking 那就可以呢 給你打開一個煲蓋 除了煲湯之外呢 也可以炒菜啊 這樣用的 好處呢 就那些瓜不會因為太大壓力 而爛了 那另外呢 就是它可以把湯水裡面的水分 都蒸發了少許出來的 喝下去的味道呢 就會更加之濃郁的啦 今次的煲湯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啦 大家記得呢 subscribe我的channel like和comment 我們呢 下次再見啦 拜拜